我們看這一集 它說在寫微鏡下 甲微深入的大小是這樣子 我把它寫成這個科學記號 然後單位用公尺代表 那這一個m呢 m是10的-3之方 這是minimeter 這是10的-3 所以這個多少 這個就是5乘以10的多少 這個 10的-1、2、3、4 再乘以10的-3 這是-3m 所以這是5乘以10的-8次方m 然後這個 這是10的-3 這是10的-3 所以這個 25是2.5乘以10的一次方 2.5乘以10的一次方-5次方-3次方 所以這是2.5乘以10的多少 1-8 1-8就是-7 那哪個大 這個比較大 好 那麼它問說下列何止正確 A 它說這個 甲的話呢 大乙 甲大乙是對的啦 喔這算錯了 所以這個 2.5乘以10的-7 所以這個比較大 2.5乘以10的-7 -7的話呢 比-8大 所以這個比較大 A選項它說 甲大乙 這是錯的 上面看呢 B選項 B選項它說 1-甲 2乘以10的-4 我後面這個把它弄成一樣 這個是0.5 乘以10的-7 這是M 那我在這個-這個 2.5-0.5是2 乘以10的-7 會不會等於2乘以10的-4次方mm 那這個得到 這是2乘以10的-4再乘以10的-3 高乎7m 那10的-3m就是1mm 所以這2乘以10的-4次方mm 所以這是對的 上面看齁 C選項 C選項它說 50乘以甲 50乘以-甲 它會等於1 那麼看齁 這一個齁 這把它乘以那個50 這個甲的話是 0.5乘以10的-7 這就是5乘以5 這25乘以10的-7 這樣就變得比它大了 這是2.5乘以10的-7 所以這不一樣 車50以後就變得到 事實上 它只有它5倍而已 不到50倍 所以C選項是錯的 上面看呢 D選項 D選項它說 1-甲 是等於2乘以10的-3 mm 所以這題大家應該選D D選項是對的 其他都是錯的 的 - 只要是 - 只要是